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宜兰新闻 先为一开始就来看 县府举办的乌石港宜兰座进途比赛 经过评选后 由县长林聪贤兼亲自颁奖 在单栋街屋的部分 有七组入选 另外三组优胜 县府将会提供基地来建成示范屋 让民众来参考 至于社区组的部分也有四家入选 对于这次入选跟优选的建筑师 县长除了颁发奖状及奖金鼓励 也将在乌石港选择三个基地 新建优选作品的实体建筑 可以提供民众参考 甚至县府也有奖励补助 会落实盖在我们乌石港 公有的土地上面 然后将来这三件 就是我们实体的这个榜 那至于其他入选的家座 独动的七件 那接锅型的有四件 我们会把这些 当成是我们拍卖这个土地 进来要开发的 他愿意采这种房型的 我们会给予媒介 同时赌助设计费 所以我们希望将来在 乌石港 这个新的区域 都有各种好的建筑房子 好的建筑的 把这个生活能够在这边实现 而优选的作品也由建筑师 一一向大家说明设计的创作里面 因为有山有海 所以基本上我们是以 寂静制的群建筑的方式来思考 比如说这个房子盖出来的时候 基本上是它这个环境更漂亮 然后又要咀嚼人 在生活上面有一些 比如说一些文字 比如说我们就不要逃风 所以从物理往心间 希望在都市里面 还是能够创造一些 乡村居住的氛围 那因为我不需要 把生活的关在盒子里面 那我需要创造一些 多孔系的房间 那那是孔系 是让生活可以流出来的 那这个是一个 属于半户外的居住氛围 那这样多孔系的房子 也是可以让风可以流进来 那遮阳也很保密 那我不需要把窗户 开在街道城 都把它开在内侧 所以它的采光 它的风风 它的噪音 等等都可以受到一个 很好的控制 对于县府在乌石港 举办宜兰措的设计比赛 公所认为可以鼓励民众 或建商比照新建 带动优质环境的行程 现在要有三宗 先一个示范器 这是真的是带筒 把这个历史也能够 一个优质的一个所谓 所以说 我们也希望 我们所有的这些资助 这些建商 我们可以 大家都可以 这个共识 我们把这些好的环境 来营造 除了单栋街屋的设计 还有街阔社区的设计比赛 有四家获得入选 宜兰修记者张立林 采访报导 机会营造 机会延展